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 这个例句呢 跟它产生的脚加速度之间的一个数学模式 那我们了解 我们过去在讲线性运动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 当一个系统呢 如果在做线性运动的时候 让它产生加速度的唯一的因素呢 是外力 但是对一个旋转系统来讲的话呢 让它产生加速度的唯一的因素呢 是外力矩 所以外力矩呢 是造成它产生加速度的一个原因 就它的转速会变快或者是变慢 那它们中间的关系呢 就是这个数学关系是来诠释 那中间的控制因素呢 就是这个系统的转动光量 那换句话说 这个显示出两个物理意义 第一个是 因为系统的转轴如果是固定的话 它的转动光量呢 是一个定值 那因此呢 力矩越大的时候呢 它所产生的这个脚加速度呢 就越大 而且这个力矩如果跟它旋转的方向是一致性的话 比如说两个都是顺时钟在旋转的时候 力矩造成这个系统顺时钟旋转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转速呢 会越来越快 它本来是顺时钟旋转的一个系统 但是如果力矩造成它逆时钟旋转的话 它的转速呢 就会变慢 那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转动光量 同样的力矩的条件之下 不同的系统 转动光量越大的系统呢 它所产生的加速度呢 会越小 所以这两个因素呢 就会都会影响到 因为受到力矩的影响呢 而所产生的加速度 就是受到系统本身的转动光量 还有呢 这个力矩的大小跟方向 都会影响到力矩产生的一个旋转效应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图例 我们假设有一个静子的一个车轮 我们知道车轮是一个圆柱体 那它的转动光量呢 是二分之一mr的平方 那现在受到一个切力 这个切力呢 是石牛顿的一个切力 这个切力呢 造成它这个顺时钟旋转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我们先把它的加速度算出来以后呢 很容易就可以算出它100秒以后的转速是多少 我们就带入那个公式呢 去计算 那我们首先呢 先算出它的转动光量 它的转动光量呢 是二分之一的 mr的平方 好我们再带进去算 这个m呢是10公斤 那r呢是2 所以我们到2的平方是4 所以就变成 它的转动光量是20公斤公尺的平方 所以它所产生的这个脚加速度 就是用这个力矩 我们知道力矩是等于力呢 乘上力弊 这个力是石牛顿 那我们给它乘上 它的力弊刚好是2公尺 再除上它的转动光量 所以它的加速度呢 是每秒平方 一个rading 等于大概呢 每隔一秒钟 它的这个增加的角度呢 因为一个rading 差不多是57度左右 它转得越来越快 它每隔一秒钟 它的角度呢 自然会增加大约57度左右 以这样的一个增加的一个比率呢 我们可以容易地算出 它100秒以后的一个转速 我们就用这个等角加速度运动的一个公式 来计算它的增角速度 我们知道它的增角速度呢 会等于它的出角速度 加上角加速度 乘上时间 所以带进去 那它的这个加速度呢 是1对不对 再乘上100秒 所以它的增角速度呢 是每秒钟大概100个rading左右 那你要算它的转速呢 再把100除上2π 所以它的转速呢 大概是 它的转速 大概是100呢 就是除以2π 所以大概呢 是接近16转 所以大概是15.9 我们就取整数的话 大概是16个 RPS 好 有关这个力矩呢 跟转动光量 以及它力矩所产生的 这个角加速度的关系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看起来 下个视频 又凶你 对 下个视频 对 下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